速度很快 停在路邊被撞的藍色貨車車身嚴重扭曲變形 另一台白色轎車車尾被撞到凹陷 後擋風玻璃碎裂 車主回來看到嚇傻 我停路邊要去半次回來就被撞了 車會意外發生在台中南屯區 65歲賴姓老翁 下午1點多開著黑色休旅車外出 經過南屯路車子疑似故障刹車失靈 他高速衝過兩個路口滑行350公尺 一共撞了4車才停下來 他駕駛本人腳部輕微差錯傷 然後這個料性女子頭部也輕微錯傷 交由車輛鑑定來判斷 他是不是有刹車故障的問題 老翁連撞4車包含自己 還有另一名駕駛一共2傷 塑性傷勢都不嚴重 雙方選擇自行送醫 招式駕駛沒有救駕 但車子暴衝失控 是不是真的刹車失靈警方還在釐清 記者連賓謝雲珍台中采訪報導